911 20號 在台中大甲嗎 馬祖之光演唱會 壓軸登場 氣氛嗨到爆 現場更有眼尖的粉絲發現 團員洋蔥變得非常瘦 對比2018年 站上小巨蛋演唱會的模樣 差很多 鏡頭一轉 洋蔥騎著腳踏車 穿越鄉間小路 還來個加速超越其他騎士 總共騎了小巨蛋 在上週末完成三鐵腳踏車項目 而他之所以拚命健身減重 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有點胖 然後就覺得有時候蠻容易累 表演可能唱個半個小時 快體力透支 其實一開始我不覺得好像人 人類可以騎腳車騎那麼遠 建制有跟我一起去 然後他都在場下幫我加油 然後他說哇好熱血喔 就是每個人都這麼拚這樣子 然後他說明年也想爆 洋蔥短短三個月從86公斤瘦到76公斤 還完成了三鐵腳踏車項目 其中他這個關鍵就是 他常常每天做硬捷動作 原本不愛運動的洋蔥 要他跑馬拉松簡直要他的祕 但為了讓演出更完美 他發分運動 三個月瘦10公斤 甚至硬直100公斤的重量訓練 也可以完成 就是時間比較近 所以我們大概就以多肌群 然後大重量為主 硬舉的部分大概就是核心要收緊 飲食公司大概都是以蛋白質攝取為主 教練說要瘦身重要的是決心 重訓搭配飲食不要過度為難自己 才可以訓練出漂亮體態 洋蔥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不容易喘 下次要挑戰自己完成三鐵的 全部項目 華西洋靈醫師 紅年會台中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